我們今天來談一談膝關節疼痛的原因 以及如何預防跟保養 在你的膝果窩後面這個地方 輕輕地翹 輕輕地翹 建議大家翹的時候就是坐著翹 不要說站著然後將身體歪一邊這樣翹 這樣的脊椎會歪掉 可是你將後面給它揉捏 將揉捏把它捏鬆的話 對你這個膝關節的疼痛緩解也會有用 為什麼呢 你鬆了這邊就不會卡卡的 所以為什麼後面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平常的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常常把這個骨盆把它弄順調順的 你的整個不只是這個地方舒服的 腰也跟著舒服 膝蓋整個腿也跟著舒服 所以這個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治本的方法 我倒好多同一天 你怎麼會這樣給許呢 再說一次 你自己的居在 不要緊張 我身體 後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